各位朋友,歡迎來到維多利亞公園進行城市論壇 第二輪的政改諮詢已經開始了 在社會紛紛樣樣的環境之下,在佔中行動的情況之後是開始的 裡面的建議就是提一下不可能考慮一下 就是將行政長官參選人提名的門檻降低一些,譬如去到一百人左右 令到更多的朋友可以入場所謂入閘,出閘的時候領計 這個方法可不可以增加民主的元素,令到香港的政制可以稍微推前一步 大家的反應如何呢,就是今天我們討論的重點 當然也有些朋友說,在表決了方案之後,在立法會做完程序之後 他要辭職,發動這個補選,真正探求民意的方向如何 這樣的做法是屠勞無功,還是有其他的效果呢 我們今天是一起談一談的 題目就叫做,次輪政改諮詢,待著先,又恐得不常失,虧眼前 待著先,有人說有待著先,很煩,但有人怕已經吃虧了 待著先,你已經陷入了這個模式裏面,是不是一個好事呢 今天請到五位台上講的嘉賓和我們討論一討論 首先介紹一下,參加這場所謂賽事入閘 這場賽事入閘,如果真的降低的時候,你覺得是否可以增加民主成份呢 得到通過的機會大不大呢,哪有興趣先說,沒有所謂,哪有 好,何正人 降到幾低是什麼意思呢,給你一百人入閘,一百五十人入閘 最後根據人大831的決議,不是兩個到三個,然後又要過半數支持 所以沒有意思的,多少人入閘,什麼門檻,這些全部是政治裝飾 全部都是窗廚裏面的一些課式給大家看一下 實際上最關鍵就是,你怎麼能夠成為正式的候選人 現在人大831的決議在這裏,就是剝奪了市民 真的去到提名這個權利 變成整個出來,日後的那個,所謂投票是沒有意思的 因為你沒有選擇,是沒有選擇,沒有真正的選擇 所以老實說,我很坦白說,到現在的諮詢文件我沒有什麼興趣去看 轉來轉去呢,都是政治裝飾,都是去到五道蒙騙市民 實際呢,這個香港政府呢,是聽著北京的指示呢,是用這些方式,來落實 831,831的這個決定呢,然後呢,就是收回那個時間表 2017,真普選這件事,根本就無可能是落實 大家很關注李嘉誠先生的說法 李嘉誠先生的說法就是,如果你不先走這一步,怎麼會有第二步呢 如果真的做不到的,是全港的損失來的 何先生你怎麼看 大家知道呢,香港爭取了民主五多年 我們等到2007年,終於人大公佈了一個時間表 這個時間表以往,多年在立法會裡面都很清楚說 是一個嚴肅的,是一個真正希望落實到一個普選的時間表 香港人我們所期待的,是真正一個符合這個民主原則的一個時間表 如果你不能夠給市民是真正選擇的,這個是一個A貨,是一個假貨 那我們為什麼,要能夠接受一個這樣的假的一個普選 來給這個政府是無限期,這樣拖,來拖延,甚至是某個程度來收回這個時間表 這個決定,我們絕對不能夠接受這種這樣的欺騙我們的決定 謝謝李華琪 民主選舉制度是一個可持續發展的制度來的,也都沒有所謂真和假的 沒有真假的,絕對沒有真和假的,只有有得選和沒有得選的 民主是一個進步的過程來的 這個必須要搞清楚一些基本概念 現在呢,就算在831人大的決定底下 我們的方案呢,一定是一個民主進步的方案 我想請各位觀眾想一想 同樣的委員會 無論我當最保守了,提名方式,各樣東西都不變 依然經過一個民主程序,就是一人出閘,一人當選方案 但如果我們大家理性思考,讓這個方案通過的話呢 就會是,提名委員會 經過民主程序之後呢,是兩到三人出閘,然後呢,就是經五百萬市民呢 是選出,一人一票之後呢,選出行政長官 在這樣的安排下,絕對是一個民主進步 民主呢,是沒有單一的發展模式 我只知道民主呢,就是有得選和沒有得選 如果今天呢,我們有議員呢,就是民主黨啊,公民黨 或者其他黨派,諮詢文件未發出 已經決定麻木反對,麻木杯葛的話呢 那就是2017年呢,我們肯定是原地踏步了 我們肯定呢,就是沿用我剛才這樣說了 就是一千二百人提名,一人出閘,然後當選的方案 這樣,是令到呢,民主發展的一個大的障礙 所以我希望,大家呢,就重新思考 為香港的民主可持續發展呢 而去,支持,支持讓民主是走出重要的一步 好,謝謝,王維浩 我有看過政府份文件,其實都幾後下 我其實自己有點感冒,所以都漏東西都看完了 辛苦你了 我想,即使我們認同,政府的方案 如果這個方案是一個改善呢 我想,有兩點是要提出的 首先就是改善了的方案 都不是真的達致到一個真正民主的方案 因為其實都是一個有篩選 但是第二點就是,即使我們認同了這個一個進步 就是我們雖然不是一步到位 達到一個真正符合一個學術定義 國際定義的民主制度 但是這個都是一個進步的時候呢 那我也都有一個懷疑的 那我們會見到,其實這個進步,這個改善 其實是否足以解決到香港目前面對的政治問題呢 其實如果大家要看回歷屆特首選舉呢 就是大家要看回第一屆 其實這次的改善方案和第一屆幾相似的 因為第一屆也是很容易可以登記做特首候選人 但是最後呢,就50票呢 如果我沒有記錯,50票呢 才可以被提名 最後再有一個選舉呢 所以我們是不是多了候選人 就等於市民有真正的選擇呢 還有在這個提議或者改善裏面呢 我們說我們用很多的民意調查 但是即使民意調查,當我們限制了候選人的數目的時候呢 我們可能是選擇可以入到的候選人裏面最好的一個 多了參選人 但是這個等不等同 是全香港市民覺得最適合做特首的一個呢 所以我想其實這個問題呢 我們現在要問回中央政府或者特區政府 這個改善是否足以應付到香港現在面對的政治危機 大家看看過去的十幾二十年香港發生了什麼問題 首先就是特首董建華本身呢 就因為腳痛下台啦 我們七一遊行啦 佔領運動啦 即是如果我們經歷了這麼多年的政治危機之後呢 我們所得的改善呢 都是一些寸進的時候呢 其實我不覺得我們所面對的政治問題或者政治危機呢 會有很大的改善 現在呢有一個大概的方向的 可以入閘呢叫做參選人 終於可以去正式run呢 就是那個叫做候選人 就是搞定了 嫻姐 我想呢 你想去可以去到很完善都可以的 即是等於我們長期做勞資的鬥爭的時候呢 我們總會有一些最高的方案在那裡的 但你再看到我們呢 在一些現實上有一個對加 即是說當你去到想這樣的時候呢 僱主就不肯制的 所以我們面對我們的桌面上的要做的事呢 很多時候就是你要或者不要 你可以說不要 不要可能什麼都沒有 要呢就可能一步步去 我是很喜歡行山的 我先去日本行山 那個山是全部石仔路的 山頂是長谷 不是很遠的 每一步呢 你都付出很大的艱難 要左轉右轉 左轉右軟 這個形容真是好 在這個過程當中呢 如果你說我要放棄 有時左下右下右下 右下左下的時候呢 你就走不到上山頂 即是說你可以打道會府 你就什麼都得不到 所以我自己就很多時候面對著這些 在一個高的道德的標準 和我們真是普羅市民都想要的東西的時候呢 你到底想怎樣辦呢 由我Day1 70年代做勞資糾紛 我就很多時候遇到這些問題 我去過 我去過不理3,7,7,7,1 我就說我不要 拍桌子走人 接著工人就問我 嫻姐 我要喔 為什麼你這麼快說不要呢 去到什麼情況下呢 我重新修訂回 怎樣面對這些時候的困難 我再三強調 如果你說由幾百萬人的投票 和由一個千二人投票 你問我 我聽到外面很多聲音都說 先走先吧 不過當然有些事情是不滿意 不滿意可以再談的 客觀上就說 經過了七十多天的佔中 亦都經過了兩年多的爭論 如果走到這一步 已經去到差不多 我們立法會要投票的時候呢 你問我怎樣辦呢 剩下我們只有幾個月 你問我怎樣辦呢 我覺得老實說 如果是這樣的話呢 我們可能打換圓形 去到最高的標準 圓形的時候就怎樣呢 由一千二百個人去選出 不過我們就不是說 這頭選員那天去改制度 然後等到2020後才行 所以我覺得 如果大家都說 認為代表著民意 代表著民主的時候呢 我覺得都聽一下 外面聲音很重要 好 謝謝 所以我覺得 我有些詫異 當我們說做一些民意調查的時候呢 泛民的朋友就說 不要做了這樣說 那我就覺得 為什麼不做呢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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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聽人說話的 香港電台訪問了爆童 就是趙紫陽的私人秘書 那他就說 用國歌的第一句 不願做奴隸的人民 要起來 用一些大家熟悉些的生活中的例子 跑馬 十二隻馬入閘 只放三隻出閘 決定開哪個閘的 就是叫做中央人民政府中國共產黨 那你要不要呢 或者去年 香港小姐選舉 大家喜歡九號嘛 但是到最後 在家裡拿著那個投票機 去投票的呢 沒有九號的 原來呢 因為一個專家組呢 就篩了九號出去 那你要不要呢 北韓人民呢 都可以一人一票的 你現在移民去北韓 你入到籍的話呢 你立刻可以投票 只有一個候選人 叫金正恩 你要不要呢 就是這樣的一回事 我很希望大家知道呢 待著先呢 其實不一定是好過現在的 為什麼呢 第一 如果我們接受了這件事 基本法四十五條就說 最終 是以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 提名委員會 經民主程序普選產生 最終 還有 831 人大常委的決定 是跟上兩次不同的 就是這次沒有說 只是適用於2017的 那就是說以後呢 都是這樣的了 那你說 那是不是進步呢 如果你說 假認受性 給了個特首 現在有六八九給你叫 將來他說 不是喔 我有可能 一百萬票喔 八十萬票喔 那就是一個虛假認受性 那如果虛假認受性 他更加做得多些的壞事 他向哪個負責呢 不是跟現在的造王政一樣 有改變過嗎 人大常委的決定是說 根據現在的選舉委員會 四大界別 來到產生的嘛 現在說一說一下呢 是動都不能動的喔 寸步不移的喔 那你 那香港人過去17年呢 已經檢視過 這個選舉委員會的制度了 你要不要呢 就是這樣一回事 所以呢 真是不是機不可失 而是得不償失的 一直都是希望問一個問題的 就是選擇現在是杯葛啦 反對啦 去否決的議員呢 一直我認為是沒有答到香港市民 就是你怎樣在下一個階段 去帶領香港人 是爭取到更大的民主空間呢 是不是 你如果不能夠有一個具說服力的方法 難道你告訴我 再佔中四個月 再佔中一年 下次人大常委就會放鬆 下次我們就可以走出民主更大步嗎 如果不是 我們是可以一步步向前走 如果這次2017年我們落實這個民主普選 經過實踐裏面去證明 我們是香港中央政府 都是可以信任的民主步伐的話呢 其實接下來去向前走 去持續發展 就是更容易了 是不是 所以不同意反對 就是真是阻礙著香港民主的發展 這種這樣的心態呢 是幾可悲啊 就是等於剛才閒子所說 好啊是我真是想為工人好啊 但是你們這樣的方式 以及你們這樣的心態 怎麼可能不做奴隸 怎麼可能不做奴隸 怎麼可能工人不讓那些有錢老下呢 老實說 45條沒錯 說循序漸進 但是你記住 07年是講了一個時間表 時間表是講了2017年 是普選行政長官 這個普選是很清楚 就是一個終極的目標 終極目標就是 本質上高 是有一個真正民主體制的落實 當然全世界的地方 各個地方呢 任何民主制度 當它實踐了之後呢 是可以 是有不斷的改善 是有深化 這個真的 這個很多 很多國家裡面都說 民主的好處呢 是可以 不斷 去到自我完善 但是這個一定有一個基礎就是 這個基本上高 要有一個民主的制度 基本上民主的制度 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 提名權 是沒有不合理限制 沒有篩選 市民一人一票 才有意思嘛 如果現在還是假的 還是假的 永遠在假的裡面轉 還走什麼出來呢 永遠做奴隸 變成了 在一些我們經常讀的哲學書 或者政治書 有一種叫做 認左實右 我自己對這句說話 心有體會 我還很記得 前民主黨的負責人 司徒華華叔 他在早期的一些 寫運動的國人當中 他講 飯是一口口吃的 任何東西 一步登天我當然想啦 但當你現實上 一年 兩年 三年 十年的衝擊 無數衝擊 甚至進行一些 所謂的 用一些 我不想用暴力 一些人以為暴力的事情去做 你最後又怎樣呢 就是當時我們講的一個 叫負責 就是當你做運動的時候 你要想回一個情況 我自己覺得 現在這個方法 可能我們很多朋友說 不接受 但我覺得就是 走什麼路出來呢 為什麼不可以退一步出來 如果假如我們 大家再談一下 要求特區政府 在這屆結束之後 是否確保 下一次的特首選呢 要盡量有些準則去談一下呢 為什麼不肯談呢 我現在還覺得 為什麼一去去到 全部都關了所有門 我覺得最不開心就是 所有人提出所有建議 現在飯店的朋友 都是全部關門的 我覺得不是吧 剩下五六個月 我們又要投票了 如果你說還有很多時間 OK 可以繼續吧 現在沒有啊 我想問何俊仁 那你起了個閘門就談 我覺得你到底打了一條跌路呢 起了個閘門就談 到底是否認了實有 還是真的為香港好呢 這個是我想質疑的 那哲學問題 你問問教授先 我不是讀哲學的 我是政治的 但是我想最大的問題就是 現在整個感覺就是 代儒先有什麼問題 代儒先有一個進步 所以我想回應一下這件事情 第一就是好像梁家傑所說 因為中央為何香港對人普選呢 就是因為有一個憲制責任 就是我們很擔心 如果他說 嘩這個就是普選了 那你要了 那將來那個政制的發展 那個憲制上面那個責任 可能那個對中央的推動 或者那個動機會少了 那我覺得另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 我們很多時候都看回 嘩不是啊 美國民主用了二百年了 英國都很多年了 但是香港的情況和英美不同 大家就知道 英美的發展是它 農業化工業化 慢慢發展整個社會 而香港現在所面對的問題就是 我們有足夠的條件 我們有很多高質素的市民 我們有一個法治的基礎 我們有一個良好的公民社會 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的政制 還是比少數人所壟斷的時候 就會出現很多我們看到 貧富懸殊 官商勾結 很多市民是因為沒有票 所以要走出來去到示威或者佔領 還有我環顧在座的嘉賓 其實今天就沒有年輕人了 其實最不想收貨的就是年輕人 如果在座的建制派 或者支持政府的議員 能夠說服到我們的年輕人 將來我們香港社會的動員 接受這個方案的話 我相信 何俊仁、梁家傑都可以的 但是年輕人會不會收貨呢 他的訴求是誰去照顧呢 其實我想包括李慧琦議員 和陳婉嫻議員在內的建制派 和中央在香港的喉舌 不外乎是說兩個字 認命 即是說 是的了 中央是可以單方面宣佈 中央聯合聲明失效的了 是的了 中央可以靠將榮順之筆 在去年六月頒布白皮書 將一國兩制重新再定義的了 是的 可以在一個月前 張榮順說我們要接受再啟蒙的 因為我們一直都誤會了 好了 現在問題就是 你是認命 還是不認命呢 我們要記住 九七年香港之所以能夠順利回歸呢 我們根本一直都知道的 我們是回歸向一個 人民民主專政的專制的角度來回歸的嘛 我們是相信 我們正在走的那套制度 我們的價值得以保留 就是因為中央聯合聲明會透過基本法 可以落實的嘛 哦 原來現在不是的 原來呢 中央是可以 這麼厲害 說不是就不是 那你就叫我 那這樣吧 不如你跪下吧 不要堅持 你一直相信可以保護你的東西 那這個呢 我不覺得是這樣 至於你說信不信的問題 李慧琼議員 其實我們還沒到那個問題的階段 現在中央沒有說過 說2017之後 是怎樣去改善 我們那個選舉制度的 是不是 那你說了 你才可以說信不信 當然我是不信 因為05年 我們一劑 07年 我們一禍 那兩禍 都已經發生了 是歷史來的了 你叫我信你 五年之後 會實踐承諾 什麼說話呢 好 李慧琼議員 其實不認命呢 只不過是想爭取更大的民主空間 或者更大的政治空間 但是更大的政治空間 怎樣爭取呢 是不是永遠不相信 甚至妖魔化 每個中央官員發表的一些意見 就能夠爭取到呢 還是繼續否決 凡是中央提的 是民主進步的方案 都認為不是假貨來的 那下次他又會信我們呢 還是佔領了 是不是我們佔領四個月 佔領一年 我們就有機會的了 其實去到最後 是不是真的 大家想想 我們是一國兩制下的民主 我們真的要相信 路不是只有一條的 經濟發展道路如是 民主發展道路如是 中國經過三十幾年的改革開放 用行動告訴大家 經濟改革開放不是只有一條路 民主我相信 其實也是在找另一條路 我們一國兩制下的香港 如果我們不一步步走出來 只有對抗 只有不相信 完全的不相信 我們最後就是 自己的死胡同裡面 兜兜轉轉 好了 剛才第三個環節 之前就有朋友提到 其實香港政制 一個就是 你究竟信不信國家 你會不會影響到國家安全 另一方面的意見就是 究竟你認不認命呢 你不認不認命就繼續爭取 不斷在這樣的情況出現 好了 到目前為止 這個方案建議出來了 何俊仁就說 等到他一表決之後 你就會辭職 其實有很多人說 你辭職沒有什麼意思的 除了令那個所謂 社會的討論 仍然是聚焦在這件事之外 其實達到什麼目標 大家知道很簡單 如果這個方案拿出來 當然是沒有意外的 一定就是在人大框架之內的一個方案 換句話來說 根本香港人 是不會真正的選擇 我們泛民主派的議員很清楚 已經向香港社會 是承諾了 我們一定會否決的 否決是事在必行 好了 但否決了 是不是就是完呢 因為這件事 曾玉成也說過 民建聯主席 說香港是難以管治 甚至無法管治 社會的施裂會繼續下去 因為事實上 他也看得到 香港人是會繼續抗爭的 好了 當他否決之後 下一步是怎樣呢 下一步當然 市民的要求就是要 撤銷八三日 重新啟動政改 這個是最合邏輯的要求 也要北京政府 回去政軌 回到他曾經作過承諾 來立即落實真普選 所以呢 在一否決之後呢 我是建議一下 我是辭職 然後立即啟動一個 全港給市民 是用投票來強烈表達他們的抗議 與此同時 是表達他們 要求重啟政改 這個是順理成章 天經地義的要求 我對何俊仁你這個決定呢 我有時都不太明白那個邏輯 我不太明白 就是正如 你的主席都說 是不是應該要在前面呢 應該投票前呢 我想這個你是高人 或者你自己再解釋 不過我自己就覺得 實在如果從兩年多一路討論 當我們要面對著這次的特首直選的時候 經過一個這麼漫長 我想說的一個 實在是你們所說的 包括介紹今日所說的內容 我們全部 透過各種 我發現我們全部的很多 你們認為建制派的不少人 我們做了不少工作 我們提了不少意見 當然我想是學生或者是泛民 也都在樹上做了很多行動 就是說如果可以解決到它呢 我覺得 那當然是逐一解決好了 但客觀上的情況就是說 當他們說你用國際標準 就是泛民講 或者批的朋友講 但是接著國家就說 我用國家安全的時候 去到這樣的時候 你看到雙方面的負信是很低的 是很低得很緊要的 你又怎辦呢 教授 怎麼走出條路呢 我現在說是要解決問題 我同意的 學生人剛才你說 喂 如果降不到 香港管治更加困難 我同意的 但問題面對這個情況下 我們每一個不論泛民 或者建制 或者中間派到 你們怎麼辦呢 現在問題要走一條路出來 不是說今天才談 談了兩年多 很老實說 例如我們有幫朋友說 喂 831 不要那麼快 不是你也是建制 那你應該自己找個答案出來的 你不可以只提出問題 那我 我真的想說 我們的意見就是 已經一直跟我們說的了 一直提了香港的憂慮 包括我們不同的人 有對這件事的不同的看法 最後答覆就是 因為他覺得 基於國家安全 他認為很多事情 很多事情 他覺得他不信任 有沒有這個國安全 在香港幾十年的生活來說 如果在我的角度 我就這樣看 例如你說 我們很多股份公司 都是外資在處 你說如果這樣 是有些外國的勢力 我不知道 知道有些團體 你聽聽說先 有些團體 收一些這樣的基金 外國的 有些客觀存在的 那些情況也是實際的 但你說這些是不是外國勢力 我也不知道 不過我就覺得 我焦點就是 當大家 負相不信的時候 就算好像我們這些建制派 都算是多資深 幾十年 不過又怎樣呢 不過我就覺得 得出來的結果 他仍然堅持的觀點的時候 包括泛民 他仍然堅持的觀點的時候 你發覺兩邊都拉不起來的時候 你要怎麼辦 好的 教授 其實我覺得 好像剛才的陳婉嫻所說 現在香港面對的問題 不單是沒有民主 社會是嚴重施裂的 即是你看回到佔中裡面 佔中有三成多人支持 但是支持民主的人 其實在香港有七成的 也就是說 本身民主派的選民 可能都要對於戰略有分裂 所以我想 其實辭職公投可能是一件好事 就是令到政府要接招 即是政府不可以說 嘩 推翻了政改方案了 可以甚麼都不理 等多四五年再看看 即是政府必須要回應 民主的訴求 但是另一方面 我覺得得人害怕的地方 就是 其實可能出現的風險就是 辭職公投有些人覺得 你都是不夠激 都試過了 沒用 不如勇武抗爭 所以我想 其實泛民主派面對的問題 就是建制派的選民 會很不喜歡他們 嘩 又浪費公帑 又三十幾億 那批選民又回不了 民主派的本身支持者 又可能重回佔中 非佔中的討論 所以怎樣透過這個 辭職公投 團結泛民主派的支持者 同時都可以令到一些本身不支持他的選民 都明白到他們的訴求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關鍵 如果不是香港就越來越撕裂 可能這個他自己的政治考慮 但是辭職公投其實都面對一些風險 或者引致一些分裂的危機 其實你講到國家安全 我覺得最危害國家安全 是習近平主席 因為大家要留意 在雨傘運動第一波79天佔領當中 我們鄰近的地方有兩次大的選舉 一次就是日本安倍晉三首相是大勝 另一個就是台灣就是民進黨大勝 他們打的是什麼牌 是反共牌 如果一個國家 中國泱泱大國 可以將中英聯合聲明單方面宣佈無效 可以對基本法 沒有正式承認這件事的 他沒有正式承認 但是沒有否認 但是呢 也都是四十五條基本法 六十八條基本法 承諾我們的真普選 也可以透過白皮書831決定 重新界定的 這個是將中國威脅論 自己證實了 如果將來 習近平繼續這樣做 到他任滿的恐怕我國 是周圍樹敵而沒有朋友 那又怎樣會有幫助國家更安全呢 不過有一個江湖說法 其實這次雨傘運動 終於沒有流血 其實是習近平在幕後發共 不知道真還是假 李維琪 剛才教授就說呢 有七成的人支持民主 我想說不止七成的人 我們都是支持民主 我們都是爭取民主 只不過爭取的方式不同 我一直都不相信 對抗佔領 反對杯葛 是能夠為香港帶來實質的民主 至於回應何議員的決定 其實我和閒姐一樣 我都是白思不得其解 實質你投票完之後 先辭職 我亦都並不相信能夠改變政治現實 亦都不能夠為香港帶來一個困局的突破 反過來我鼓勵民主黨 或者何議員 好像上次政改諮詢那樣 上次他們肯去談判 就為香港帶來民主進步 不過我公道對他們 他們後來被人去抹黑 我就真的覺得是不公道的 事實大家去想回歷史是不是真的這樣 你肯去談判肯去談 大家是有讓步的話 香港是有個民主突破的 但是辭職抗爭反對杯葛 是不是真的能夠讓民主可持續發展 讓香港民主有突破呢 大家真的值得思考 辭職杯葛等等 是不是可以達到呢 有些回應的就是 有人說澳門都是做信民 有民主何來呢 這個怎樣觀察呢 澳門都基本法那個方法 寫法都不同 我相信香港民主的發展 其實對於整個國家的民主 都會有一定的啟示作用 因為我們是一國兩制底下的民主路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治權底下 第一個特區的民主路 意思實上 我們的執政黨都將民主發展 寫了在黨綱那裡 不過大家可能不相信 或者也公道說 可能他說的發展民主呢 並非我們現在認為的 得一種的民主發展模式 正如我說 經濟發展呢 都有一套 另外一套的發展模式 為什麼民主的發展模式 我們這麼快要否定它 不讓香港走出我們民主第一步 來聽聽聽現場朋友的說法 來聽聽現場朋友的說法 來聽聽現場朋友的說法 並且聽現場朋友的說法 各位聽見